不过921大地震今年满十年了 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 这个表示说 其实连续十年的观察发现到 台湾西南部地表 每一年向西移动有五到六公分 是台湾的地壳变形最活跃的地区 因此也有可能会是下一次 大地震发生的焦点地区 当年921大地震重创台湾 家毁人亡 许多人依然记忆犹新 十年过去了 专家密切观测记录 发现西南部板块移动速度不一 两方挤压 未来可能成为大地震的重点区域 那像是一样移动 你会发现它东边的部分 靠近这个位置 它的箭头都比较长 那靠西边的位置 箭头都比较短 而且你看颜色都变成绿色的 蓝色的 就是它移动得很慢 后面的跑到很快 前面的跑到很慢 到最后的结果就是 这些断层就要动 仔细看东方飞林板块 往西北方向 每年位移6到8公分 西部欧亚大陆板块 往西边位移5到6公分 但西部还分成两个部分 西南部较快 西部较慢 前后速度不同 才因此成为台湾地壳 变动最活药的地区 地壳有在变形 可能能量还是能量还是有可能是以比较和缓的方式释放出来 它不一定是有累积在断层里面 那就是说这个能量要累积在断层里面 才有可能会发生比较大的地震 十年了专家建议建筑物应该提高耐震度 断层在周围100公尺 应该避免新建房屋 东部因为常有板块挤压 经常有能量释放 而地震频率较低的西南部 则是目前观察的焦点方向 中文新闻占品 我方计物台北采访的